因为这个行车记录器的影像其实是不是很清楚的 画面是模糊的 我们会希望说能够先行查证 确认这个人的身份 确认他跟这个案件的关系之后 我们再来说明 确实有这样的情形 在案发之后 其实有很多民众都有提供相关的影像 就是在场的人员有哪一些 其实民众有提供很多的影像 那我们其实在案发之后 我们就立刻指挥花莲性警察局 以及铁路警察局去全面的清查 以及传讯 去确认说在场的人员的情形 那后来发现有很多民众提供的影像 他其实不是在场可疑的人员 他可能只是受伤的旅客 或者只是刚好入境现场的人而已 所以当时因为这个行车记录器的影像 其实是不是很清楚的 画面是模糊的 那时间也很短暂 当时我们没有办法立刻 查明这个人的身份 那我们也担心说会 波及无辜的民众 所以我们当时 这个运安会有给我们这些 分析回来的资料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说能够先行查证 确认这个人的身份 确认他跟这个案件的关系之后 我们再来说明 确实有这样的情形